歡迎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陳文鑫 馬上來關注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停招還有少子化 台灣高齡化現象、少子化現象越來越嚴重 而最明顯的是隨著少子化的衝擊 多年來許多的大專院校開始停招 而受到高齡化、少子化的影響 房市僅向首當其衝 根據統計2022年全台51所學校出現14493個缺額 明顯高於2021年的2732個缺額 創下歷史新高 再加上今年度又陸續傳出私校停招的消息 加上日前大同技術學院明道大學 及環球科技大學三校又有退場的消息傳出 以此證明少子化海嘯正在進行中 根據內政部統計 台灣2022年總人口數為23264640人 連續三年負成長 其中2022年新生兒人數僅138986人 創下統計以來的新低額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報告也指出 2025年後台灣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將會超過20% 台灣將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 永慶房產集團業務總經理葉林齊分析 受到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影響 房市景象首當其衝 且都市集中化和小宅化現象會逐步浮現 根據內政部護政司資料 2008年1月6都加上新竹縣市的人口數 佔全台人口比例為71.9% 到了2023年1月佔比已經攀升至73.9% 若以護數觀察2008年底六大都會加上新竹縣市的護數 佔全台總護數比例為65.6% 到了2023年底佔比已經飆高至75.3% 而建物買賣移轉動數數據也呈現類似的現象 六大都會區加上新竹縣市的佔比 從1993年的81.3%到2023年便攀升至82.8% 這些數據的變化 充分可以印證人口逐漸往都市集中的過程 而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勢影響之下 都市集中化的現象將更為明顯 人口與住宅交易都將持續高度集中在都市地區 列林齊進一步表示 小宅化現象也亦有機可循 同樣觀察內政部護政司的護數資料 撇去共同事業戶不計 2008年一人加戶的佔比為27.6% 到了2022年佔比升至35.4% 成長了7.8個百分點 若以三人加戶作為分界 2008年三人加戶以下的佔比為63.8% 到了2022年三人加戶以下的佔比飆升至74.5% 成長高達10.7個百分點 從數據中可以料見 隨著台灣加戶人口組成持續縮小 頂客族小家庭成為主流 以及如果民眾的薪資成長速度趕不上房價的上漲速度 都將使民眾轉向選擇中低平數、中低走價的小宅產品 小宅產品也將成為未來台灣房市的主力 面對小子化、超高齡化、來勢洶洶 人口不斷的驟降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對於房地產的衝擊 消息會董事及房委會委員張新銘表示 人口負成長、小子化對房價的影響只限於特定區域 推案量大規模大的從化區域機能純熟需要更多磨合期 所以降價才可能明顯 尤其學生套房首當其衝 很多學校已經陸續出現招生不足 或是找列入教育部私校退場名單的總況 因此投資此產品的人如果設法脫手 就會讓想買房的人有更多的議價空間 至於搶手的黃金地帶想降價就會有一定的困難度 房市專家10位也曾在好房網TV節目 10位說指出 小子化並不會影響市中心的房市 但會造成大學商圈的房價破壞 多數台北市精華學校都不需買房及提前射擊 10位表示一旦大學倒閉當地租屋市場 除了學生再無其他支撐 學校一旦註冊率連連下滑 旁邊的商圈就會跟著消失 遭遭房價恐怕也跟著砍半 今天的精選新聞首先來看到 萬大縣第二期工程LG11暫點的最新動態 針對民眾關心台北捷運萬大縣第二期工程LG11暫點位置 經台北市捷運局與新北市捷運局考量 對民眾衝擊最小化工程可行性及轉乘便利性等因素 車站已設置於京城公園為最佳的方案 更可加強捷運入網的完整性 接著來看到樂天桃園棒球場改善工程的最新動態 桃園市副市長蘇俊斌 7日下午陪同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視察樂天桃園棒球場 並與教育部體育署樂天球團 延商球場優化改善專案計畫 打造更完善的球場環境 提供球迷更好的觀賽品質 蔡奇昌表示總預算出估為1.1億元 將由中央補助6成 陶氏府負擔2成 樂天球團負擔2成 預計今年冬天進行改善工程 明年新球季啟用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有網友提問 如果很喜歡一間新城屋但沒有車位 大家還會想買嗎 有網友回覆如果是我沒有平面車位 就不會很喜歡了 也有網友說沒車位可以當做運動 每天早半小時出門起來當做運動 走到你停車的地方 也有網友回覆假設沒有在開車 一直只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是沒有關係 但你有開車或未來會買車的 建議一定要買有帶車庫的房子 以上就是今天的報報內容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請不要忘記按讚 還有分享並且按下訂閱支持我們 我們下次見